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幸离世 令人惋惜 说 惊险 孕妇上班路上 头顶突然掉下一批酒瓶 惊魂未定 多亏手中的雨伞救了一命啊 说 作业 九岁女孩开学前忙着赶作业 结果出现心脏扫搏三万次 现在孩子咋样了 说 惊奇 美国一小哥坐飞机飞往奥马哈 突然发现前座的下方竟然坐着一批小马 小马是咋上的飞机呢 说天下 精彩节目马上来 新闻脱口秀 妙宇 说天下 大家好 这里是梁姐妹审视 水车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说天下 我是王浩 大家好 我是哥哥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来说一说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日 我们将会迎来2019水扬国际马拉松比赛了 这一年又一年 神马一会儿又要开跑了 咱们说天下年年都有边际报名参加 要说这个神马的号召力真的是越来越强了 我看到网上有大量相关的新闻 什么直击神马博览会领装备 薅羊毛最强攻略等等 其实需要的呢就是这个氛围 这个季节呢也是咱沈阳最美的时候 最美的风景最美的赛道 爱我大沈阳啊 我爱你沈阳 你是要唱啊 这你确实够实惠的 这样吧我们马上跟大家会儿来分享一个很实用的信息 这个是有关交通的 神马呢因为是早上八点开跑嘛 所以相关的交通管制也是必须的 神马比赛期间呢将对部分道路采取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尤其是住在长白岛浑南以及于洪新城附近的居民 对那周日有出行需求的小伙伴 大家会儿快来了解一下吧 千万别耽误了您的出行 本次赛事以沈阳母亲河浑河为核心 还水而设 相比上届神马 起终点有个别调整 赛事起点设在奥体中心北门天赐街 全程马拉松赛道囊括浑南两岸地标建筑 终点回到天赐街 因此天赐街周边的交通静态管控将格外严格 因为比赛期间沿线的路段要求全线进空 边市以下的禁止停放各种车辆 这又对我们天赐街及南地西路周边的住户 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在这里啊 我要求南地西路附近的用户 以及特别是东北国际医院 及国贸中心附近的商户朋友们 尽早将您的爱车选择合适的地方停靠 交警部门介绍 今年神马将重点队胜利桥 新利浦桥 五爱立交桥三座桥梁 进行分时段交通管制 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记好时间 选择合适的路线绕行 西边的胜利大桥 这个大桥的分泌时间段是在早上的7点55至9点55 所以啊 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此时间段 请选择湖南西路 以及三好桥南京街绕行就可以了 新利浦桥分泌时间呢 是在早上的8点50至中午的12点40 请你选择博关大桥 以及长青桥 富明桥 都可以造型 与利浦桥的分泌路段呢 是从8点15到11点20 如果说 你走二环路 由东往西 往陶南方向 陶仙机场方向去的用户朋友们 你可以选择 二环路 富明桥 开往陶仙机场方向 南北快速路 由北向南至陶仙机场方向 你可以选择七年拿大街 七年大街绕行就可以了 此外 晋阳大街 于洪新城阳光路封闭时间 均为7点55分至9点55分 提醒周边市民 要在南滴西路三好桥 以及浑南西路三好街 进行绕行 公寓善骑士 必先利其器 这跑马拉松呢 看似抬腿即可 但若没有专门的装备护体 可能会很受伤啊 抬腿就行 哪有那么简单 要是没有好跑鞋 脚就可能会起泡 对不对 要是没有凡士林 那个大腿内侧 还有硬窝就会有磨损 若没有防晒霜 这皮肤可能会紫外线晒伤 本周末 神马即将举行 这整理行装 全力以赴 向着终点尽情的奔跑吧 是啊 稍等一下 我们继续吧 我们来说一条新闻的后续报道 好 这八月底呢 我们曾经报道过一则 关于模仿短视频 用一拉罐 致爆米花 被烧重伤的新闻 当时呢 山东早庄的两名女孩呢 被爆燃的酒精烧伤 一人是轻伤 一人是危重 对 那昨天这名受伤严重的女孩 哲哲 因为感染过重 还是没有挺过来 不幸离世 真的是令人扼腕叹息 哎呀 这个事故呢 是上个月的22号 下午三点左右发生的 早庄市市中区 永安乡居民 周先生的女儿哲哲 和另外一个女孩呢 在邻居家玩 这因为看到手机短视频上 介绍了一种 这个很方便 做爆米花的方法 这两门女孩呢 就动了心思了 对 他们就想用酒精灯 去加热一拉罐 然后在这个一拉罐当中 来制作爆米花 这个周先生称啊 这孩子倒的酒精 是高浓度的 点燃之后 就发生爆燃了 瞬间被大火吞噬 事发时 邻居回家发现起火 通知了被烧伤女孩 折着的姐姐 据受伤女孩 姐姐回忆说 当时妹妹一时 还是清醒的 还问她说 自己是不是毁容了 之后呢 受伤的两位女孩 就被送到了医院 接受治疗 受伤轻 较轻的女孩呢 并无大碍 但是折着 却是全身96%的烧伤 一直在早庄市立医院 重症监护室 接受治疗 后经多次的手术 由于感染过重 昨天上午不幸离世了 可想而知 孩子的父母的心 得腾成什么样 是啊 周先生说 正逢暑假 两个女孩呢 经常在一块玩耍 看一些手机短视频 而事后呢 她也查看了 相关短视频平台上的 类似视频 发现并没有风险提示 其实呢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这样的 需要一些操作技巧的视频 确实应该有一些 关于青少年的安全提醒 毕竟了 面对观众 他不都是成年人 对吧 对于安全的意识 他高低不同 安全的风险 隐患也就是防不胜防了 写的教训啊 希望广大播主们 都能够引起重视吧 别因为你所谓的 奇思妙想 给他人造成伤害 对 更不能为了 哗众取宠 什么都不管不顾 做出错误示范 安全的提醒 我们说多少遍都不为过 所以我们进来呢 再来说一说 家门口的安全 你比如说看到 穿着燃气公司工装 胸前佩戴工作证 看到这样装扮的人 敲门的话 是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以为 这个就是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来了 可不 但是事实上 真遇上这样的 您可真得小心点 这有可能是骗子来骗财的 这锦州市公安局 林河分局龙江派出所呢 日前就成功破获了一桩 假冒燃气公司案件员 上门行骗的案件 7月份以来 锦州市公安局 林河分局龙江派出所 接到多起居民报警 称有人以燃气公司 换燃气管为名义 上门行骗 根据居民描述 上门的人是两名男子 每次登门后 自称是燃气公司员工 进门检查一番后 说燃气管存在安全隐患 需要更换 一根燃气管售价20 其中还要交纳300块钱押金 一般都在两三日之后 承诺会来更换 更换之后 押金会返给居民 交情后 两名男子会给居民 一根燃气管并开具收据 但到了安装日期 根本没人上门安装燃气管 留下的联系方式也打不通 这时居民才发现 自己被骗了 在安装之前 有的会在楼下单元门口 张贴一张宣传单 他们的宣传单 声称某一个日期会统一上门 为大家进行检查 他们上门的时候 一个是身穿他们制作的一套工装 工装与我是燃气公司 正式员工的服装 极为相像 再一个就是他们注册的公司 是某某某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然后他们上门之后 会把这个模糊 说我们是燃气公司的员工 而且他们以 我是会杜撰一个小区 发生煤气爆炸 公司让他们来检修为由 进行检查 民警调取了周围监控 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最终在他们租住的房屋内 一举将犯罪嫌疑人 罗某王某抓获 警方提醒大家 特别是老年人 如果遇到有陌生人登门推销 一定要核实其身份信息 及工作证 如果有现金交易 可以拨打官方电话进行核实 发现可疑情况 一定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了解了哈 其实不仅有冒充煤气公司员工的 还有冒充送快递的 送水的 还有这个电突然跳闸 立马有人敲门 自称是物业电工的 还有冒充邻居的 就是会敲门 说我住楼上的 晾的衣服掉你家阳台上了 或者是什么 你们家下水管漏水了 把我们家天花板都给浸湿了 之类的为由 诱骗单身女孩来开门 总而言之 提醒大家伙 如果遇到陌生人来敲门 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对陌生人具有诱惑性的言语 千万不要轻易地相信 更不能贸然开门 如果说有警惕情况的话 可以立即拨打110报警 好来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说又有高空抛物事件发生了 我怎么感觉 就这一个月来 总有这个高空抛物的事发生呢 为什么明知高空抛物的危害 还是有人这么做呢 你说 我们来详细说一下 这次这个事呢 是被海南三亚的神女士给碰上了 四号那天早上 神女士就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 刚走到小区出口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幕 真的是令她惊慌失措 这监控画面是清楚的拍到 当神女士即将走到小区出口的时候 这天上突然坠落一个东西 砸在了她的雨伞上 神女士怀孕七个月了 这事让她是惊魂未定 她向前走了几步 才看清楚 刚刚砸到自己雨伞的竟然是一个啤酒玻璃瓶 看到了地上的啤酒瓶 神女士这个后怕呀 我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就整个人就懵了 因为毕竟又怀有七多多月的身孕嘛 就整个人就已经在发抖 然后就就像现在还是比较激动的 那万一真的我今天没有打伞 可能这样下来 我估计可能就是一个或两个人 这幸亏啊 当时下雨 这神女士是打着伞的 啤酒瓶砸在了雨伞上 最终呢 从神女士左侧身旁滑落了 神女士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而事发之后 神女士是马上联系了家人 并且报了警 小区出口的值班港 也是立即通知了值班队长 对隔壁单元楼是逐户来进行排查 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 是从哪一家抛落下来的 目前警方呢 已经是介入调查了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了 说小区里边啊 一直都有禁止高空抛物的 相关宣传提醒 针对这次的意外呢 会再拟定相关的温馨提示 张贴到整个小区 是啊 整治高空抛物 光张贴告示 这个是明显不起作用了 对啊 有人属于视若无睹嘛 就那这个时候 你就得上一些手段了 比如说像什么监控摄像头 像浙江杭州 就有一个小区 做的挺见成效的 对 就这个小区里边 装了47个 防高空抛物摄像头 摄像头方向呢 是全部朝天 放置的角度 正好可以将整栋楼的窗户 阳台包入摄像的范围 一些原来没有素质的居民 因为这些摄像头的存在 也都有了顾忌了 对 不敢再随便的高空抛物了 住户觉得说 这些房高空抛物摄像头 安得挺好的 设小区当中呢 有很多人不讲功德的原因嘛 就是因为没有制约 对 而如果通过这些科技的手段 可以去限制他们 制约他们 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许就会好很多了 其实呢 防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从法律上 规范这件事 而我们呢 也会一遍又一遍的 呼吁大家伙 都来抵制这个高空抛物 这样的行为 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不要出现类似这样的新闻了 是啊 不要再有了 好来说一下 我们进来再来说一位 来自江苏南通的马达哈车主 他原本呢 是自驾到阳台机场的 要乘飞机去成都 可是呢 这个人呢 都到了成都了 车子还在机场发动着呢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啊 车主本人对此是毫不知情 是 直到被保安人员发现 这才找人打开车门 将车把这个火给熄掉了 咱们去看一下 9月1号晚上 扬州泰州机场的安保人员 在例行检查时 发现宾馆附近的停车场 有辆南通牌照的 别克英朗轿车 一直处于发动状态 车上没有人 车门还紧锁 安保人员以为车主 很快就会回来 起先也没有在意 1号晚上我们就已经发现了 当时就已经去 宾馆去问了 问了一下之后 发现不是 然后我们也怀疑 可能是网约车在这边 可第二天上午 安保人员发现 经过了一天一夜 车子仍在发动状态 他们赶紧联系机场 公安交警 警方查询到了车主姓王 打电话过去一问 好家伙人在成都呢 车主说 车子是因为赶飞机太匆忙 忘记熄火了 车没熄火就跑掉了 警方当即建议车主 让亲戚朋友 带着备用钥匙 来把车开走 或者关闭发动机 这位王先生也是满口答应 可没想到 第三天上午 警方发现 这辆车还处于发动状态 再打电话询问 对方这才表示 钥匙没法送过来 为了杜绝隐患 民警当即向车主询问 是否可以由公安出面 请开锁公司前来处理 对方同意了 开锁没问题是吧 好的好的 没问题吧 我们就跟开锁公司 就跟他那边来 好的 他怎么 要是这个门都熟悉了 现在把他熟悉了 把车辆安全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熄火 关闭 据了解 到警方处理完毕 这辆轿车已经在原地 发动了大约40个小时 万新的事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目前车主王先生 已经从成都返回扬州 并将车子开离现场 为了避免以上状况的发生 我们还得在平常用车的时候 养成良好的习惯 比如说总有那么几个开车的朋友 会忘记关车灯 这配置高点的车子 这钥匙拔出之后 车灯是会自动关上的 对 没有这个功能的车子 如果说大灯就这么开一晚上 第二天这个电瓶电量 必定是损耗严重 导致这个车子是无法启动 所以下车前 一定要习惯检查车子的灯光 它有没有关掉 再比如还有很多司机 在熄火之后 那空调还是开着的 长时间如此的话 车子的发动机 就会受到一定的伤害 还有喜欢把这个车 停在道路旁边 当不熄火 在这个车里边 开着空调 睡觉的朋友 也有不少 提醒大家 这个习惯 直接会危害我们的生命 一定要改掉 大家伙才都长点心 好嘞 先来看一首最新消息 说口袋里的博物馆 5G智慧博物馆APP 正式上线 世界各地观众 通过该APP 都能够随时随地 亲密接触国宝文物 而现场的游客 可使用APP的AR导览功能 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真正的把博物馆带回家 说 金雄成绩铁路北京段 昨天开始试运行 金雄成绩铁路北京段 设置北京大兴 大兴机场两座车站 设计时速250公里 从北京西站 到大兴机场站 最快用时20多分钟 说5号凌晨 受强降雨影响 云南省昭东市 巧家县 小河镇 马鞍村 烂泥性村民小组 发生滑坡自然灾害 导致两户9人失联 截至当天傍晚 9名失联人员遗体 全部找到 目前其他救灾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中 说中国气象局 昨天发布 中秋节期间 全国没有大范围 持续性降雨 气象条件 总体事宜外出 西北地区东部 西南地区东部 江淮和华南等地有降雨 此外 冷空气将影响 长江中下游 及其以北地区 说中国羽毛球协会宣布 资深南丹教练 李毛重回国家队教练组 协助国羽南丹训练 同时聘请 原韩国国家队主教练 江经珍 韩国前南双名将 柳雍成 协助队伍双打训练 这是国羽历史 首次聘请外籍教练 说昨天 在黄石奥铁中心举行的 2019中国足协 中国支队 黄石国际足球赛 U22比赛当中 中国U22国家队 以1比1 占平朝鲜U22国家队 说 美国南加州 河滨县 莫里塔市附近山火 自当地时间 4日午后 开始蔓延 至5日上午 已经燃烧于千亩 附近居民 已经接到撤离令 学校停课 目前山火 仅7%受扣 数百名消防员及灭火机 在现场灭火 说 印度知名街头艺术家 南郡达斯瓦米 拍摄的月球表面漫步的视频 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 班加洛尔当局 很快对此做出回应 已经委派工程师 修补视频中的 那段坑挖道路 目前 所有主干道路 都已经填平 传唱经典 岁月留声 我们今天为大家 回来唱响的歌曲是 《住酒歌》 美酒飘向歌声飞 朋友啊 请你赶一杯 请你赶一杯 这属于张嘴就来吗 那是啊 要知道 就这个《住酒歌》啊 可是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第一流行金曲啊 这一个礼拜 唱片销量 就有一百万张 就这个成绩 放到现在 我估计也没有多少歌曲 能达得到 那这样我们就来 先来听一听 曾经的第一流行 《多多十年浩劫》 歌曲《住酒歌》 抒发了人们的喜悦和激动 还有对美好未来的期望 以及信心 哎呀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悲中洒满幸福泪 来来来 来来来来 韩伟和世光男 这两位与酒无缘的 合作伙伴 是在激情如醉的状态之下 写出了《住酒歌》的 里面还有一段歌坛趣事 1976年的10月17号 那个晚上 天津歌舞剧院 一改往日的清静 喧嚣到快要沸腾了 食堂师傅忙活了一天 摆出了十几桌的酒菜 全院老少 将不大的屋子挤得 是水泄不通 哎呀 这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呢 此刻已按耐不住 心中的喜悦 是频频举杯 这举杯下肚啊 这脑热微醺 这两句歌词 就蹦到了嘴边 美酒飘香啊 歌声飞 朋友啊 请你干一杯 是 韩伟就连夜写成了 《住酒歌》的歌词 而当时 世光男去北京看母亲 韩伟等不及了 就把歌词寄到了北京 滴酒不沾的世光男 在接到歌词之后 即刻进入到一种 如醉如痴的创作情境 并且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当中 就把曲谱给定稿了 哎呀 现在提到这个《住酒歌》 大家都知道 是李光熙老师演唱的 但是呢 其实最初这个《住酒歌》呢 是按照女中音图写的 后来呢 是李光熙抢过来的 咋回事呢 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李老师 自己来说一说 歌曲背后的故事 他说世光男拿了一首歌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你看着 我就拿回来了 朋友们 《住酒歌》唱了 两分五十多秒 第一遍哼唱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激动起来了 为什么呀 就这歌太感染我了 嗯 哎呀 我说你这歌太好了 这歌感觉是给我写的嘛 他说有这么好吗 我说你要不唱给我 他说是的 他抢过去了 他说抢过去了 然后呢 我这歌啊 我哼完之后 我就出不来了 然后我当天就给世光男写过去 我说你是大才呀 写出这么一个挺好的歌 你先给苏孔建的先生让他唱 他什么时候不唱 我唱 你给我写一个配器 当时没有伴奏带 后来有的人说 哎呀 号召大家喝酒 唱这干嘛 号召大家喝酒 哦 还有了 你说哎呀 累累累累累 过贫气了 我会别唱这个 来来来来 就是这样 后来有一天招待外宾 我就跟乐队说 我说咱机会来了 要唱这歌 乐队说 不不行 我说啊 文泽自负 试试吧 就到了大会堂 等唱完了 全体起立鼓掌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真是歌声背后的故事哈 随后呢 在中央电视台1979年的除夕营新晚会上 李光鲜老师就唱起了这首 出酒歌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朋友啊 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 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嗯 伴随注酒歌的旋律 编导呢 安排了一组 在当时很大胆 而富有心意的镜头 是 飘香的美酒 高举的酒杯 跳起交易舞的来宾 神采飞扬的歌唱家 这一切都在歌声中交融在了一起 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啊 对 第二天哈 这首注酒歌就传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收到了16万封观众来信 火啊 在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杂志 举办群众最喜爱的歌曲评选活动当中 这一首歌被评选为第一名 那从那以后呢 这注酒歌成了李光熙的代名词了 这美眼必唱 美唱必受欢迎 他说了 他并非是我唱的好 而是这个歌写的好 在李光熙看来啊 注酒歌最可贵之处在于唱出了时代的心胸 嗯 今年年初的时候 90岁高龄的李光熙老师在登舞台 他唱功不减当年哈 仍然能够唱出高浓度的 注酒歌 哎呀 其实老艺术家的这种执着是让人敬佩的 就如同注酒歌一样 走过岁月 依旧是历久迷新 是啊 传唱经典 岁月留生 那今天的经典就是这些了 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哈 嗯 说了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吧 今天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传承 哦 最近杭州师范大学前江学院 有一个叫做杨柳的学生被关注了 关注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他是他们专业的独苗 哦 这个专业同样很冷门 然后他学的是那个空喉 这杨柳啊 今年已经大四了 2016年呢 他参加一考的时候啊 浙江全省也就只有他一人 在专业考试时演奏了空喉 进了大学呢 他没这专业啊 对 这学院也很认真 专门聘请了专业老师来教他 而杨柳呢 也成为了浙江省第一个在专业类院校 以空喉为主修乐器的学生 对 那空喉这种乐器呢 其实如今真正学习和掌握的人 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我国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比如说像东汉乐俯师 孔雀东南非里面就曾经描写过 孔雀东南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知宿 十四学才一 十五谈空喉 十六送诗书 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 这空喉真的是挺流行的 可现在呢 全国专业的空喉人士也是趋至可数了 对 因为目前只有极少数的高校开设了空喉专业 杭州师范大学一位老师也说 如果当时他们不收杨柳的话 那这个孩子可能就没有地方可以继续去专业系统的来学习空喉了 哎呀 这杨柳呢 读大一的时候啊 空喉还很少有人提及 他也说过 说考虑过可能毕业会转行 但这几年呢 空喉好像慢慢的这个热起来了 这让杨柳是很是惊喜啊 对 前年在国乐大典上就出现了空喉的表演 而去年在经典有流传的节目当中 伴随着二胡和空喉 林志炫深情吟唱出了李白笔下的盛世长安 哎 也是在去年国家宝藏第二季啊 空喉 琵琶 结果 碧莉 共同演绎了最太平嘛 对 而且像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就曾经出现过 弹空喉的这样的镜头 你比如说前几年热播的《米约传》当中 就有那个鞭弹大学 已经有以空喉演奏为特色的乐团了 而杨柳呢 自己也有一个小目标 他说啊 他想先去考教师资格证 成为教授空喉的一名老师 未来呢 他还要成为空喉的传承者 让更多的人听见空喉的声音 是 杨柳说 他相信空喉会有足够的魅力 被试认可 哎 这个我也相信啊 因为你看 想当年 在空喉最辉煌的汉唐时期 会谈作空喉 那可是衡量一个女子 有才学的标志之一啊 好嘞 我们说完了传承经典的冷门专业 今天再来说一说 幼儿园宝宝们开学 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 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吧 就是孩子刚开始进幼儿园的时候 特别容易生病 哎呀还真是 这记者呢 从沈阳几家医院的儿科了解到啊 说最近呢 门诊来了不少发烧 喉咙里面长泡疹的小患者 对 一般呢 都是泡疹性咽瞎炎 这其中呢 很多都是刚入幼儿园的孩子 我们去了解一下 泡疹性咽瞎炎 可以通过呼吸道和接触传播 学龄前儿童抵抗力差 又不知道注意卫生 因此很容易中招 这种疾病一旦患上 常常是孩子遭罪 家长遭心 持续性的高热 一般39度40度 大约持续在3到4天 或者4到5天吧 三个流一堆小泡 但这些泡破了以后 局部会形成一个创面 所以这时候小孩呢 持续高热 还不爱喝水 吃不了东西 所以肚子饿 但是呢 不敢吃 吃就疼 所以这个非常矛盾 所以家长呢 也非常焦虑 泡疹性咽瞎炎 很少有并发症 而且是自线性疾病 一般不治疗也会好 孩子患病期间 家长可以给他吃些 清淡易消化的饮食 喷些口腔黏膜保护剂 减轻咽喉的疼痛 另外医生表示 一定程度的发热 对病经恢复有好处 不要轻易去吃退热药 泡疹性咽瞎炎 虽然不是法定传染病 但是传染性较强 预防措施 需要把住 并从口入关 做好饮食 手部 以及玩具的卫生 孩子一旦发病 最好居家隔离 以免传染给他人 咱们提醒大家 一般孩子要是 患上泡疹性咽瞎炎之后 最好就不要上学 或者是去幼儿园了 需要进行居家隔离 对啊 因为这个泡疹性咽瞎炎 是一种以肠道病毒 传播为主的疾病 并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并且这个传播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主要的患病儿童 大多都是在七岁以下 一旦感染 一般是需要隔离 一到两周左右的时间 但是具体的时间 还是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 来决心确定的 是啊 好 咱们接下来往下说 这开学呢 对一些孩子来说 是背着竖包 高高兴兴去上学的事 但是学习这件事呢 对于个别孩子来说 也是压力山大 压力大的 这个身体都出问题了 对 我们要说最近浙江杭州的 九十岁女孩小月 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两个月以前 还是刚放暑假的时候 当时小月感冒了 出现了发热 鼻塞 流涕的症状 但是精神状态一句还不错 所以家长呢 也就没有太当回事 这没过多久呢 小月的感冒症状消失了 却患上了心慌病 经常会感到心悸难受 到医院一检查呢 发现小月患有 频发式性枣帛 这枣帛不知道 大家伙都经历过没有 就我就出现过 就像这个走路 走着走着 就突然就一脚踏空 扑通掉井里了似的 然后呢 又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扑通 它又掉井里头了 我觉得你描述的 真的非常形象 忽悠忽悠的 难受的滋味 虽然说正常人 可能也会有可能 出现枣帛的情况 但是小月的枣帛 却让人捏了一把汗 二十四场时 竟然有三万多次 适性枣帛 基本上就是平均 心跳三次 就会出现一次枣帛 这一般都是啊 几分钟出现一次枣帛 这心跳三次就来一回 这太剧烈了 谁能受得了啊 对 医生说如此频发的枣帛 可能会对小月心脏的 结构和功能 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医生给小月 开了抗心率失常的药物 来进行治疗 哎呀 这到了八月下旬的时候 小月的心脏 如脱缰野马般 再次发疯了 药物已经难以控制了 医生分析 说她感冒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病毒侵入 在心脏流了一下疤痕 抗心率失常药物的治疗呢 一般效果不理想 二来呢 这个长期的药物治疗 存在很多的副作用 八月底的时候 小月就住进了 浙江省医院去治疗 医生说 一个人的心脏 大约就是自己 拳头那么大嘛 对吧 那一个九岁大的小女孩 心脏按理说 比大一点的 鸡蛋应该大不了多少 然后后来那个医生 就给小月做了一个手术了 哎呀 这手术之后呢 小月恢复的不错 枣帛再也没有出现 那你说 这个小月的枣帛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怎么说呀 听医生说吧 医生说呢 说现代的都市中青年人 多有这一类 不同程度的不良习惯 被透支的虚弱机体 一旦间遇到病毒的侵袭 如这个病毒性的感冒 等等等等 就会加速病程的发展 乃至催垮身体 这情绪激动 神经紧张 疲劳是很常见的因素 对 所以小月的枣帛 有可能就是累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先是感冒 再加上暑假作业 就堆到一起了 忙不过来了 紧张赶作业 所以才诱发疾病的发生 现在又开学了 学压力又加码了 孩子们的身体 真的是捏把汗 其实孩子的学习 主要是日积月累 是累病了 耽误一天学习 你说得多少天 才能撵回来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一笔账 得算 可不 身体好才能学习好 身体不好 长大也会耽误自身的发展 是 其实说到学习 就绕不开考试这个话题 全世界的老师 为了防止学生作弊 可以说是想尽了 各种各样的办法 但是俗话说的好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很多有歪心思的考生们 考试作弊的手段 也是层出不穷 但是这也无法阻挡 老师们的前进步伐 最近墨西哥 一位中学老师 就想出了一个奇招 果然是大大降低了 作弊的几率 不过却也来了 很多的非议 对 去英国每日邮报 4号报道说 洛伊斯华雷斯德克萨斯 是墨西哥 特拉斯卡拉州的 一名中学老师 为了防止学生作弊 他就决定 让学生们在考试的时候 头戴纸箱 这想好了 人家真就落实到实践中去了 有学生家长 在社交媒体上 就分享了 学生们考试的照片 照片中 所有学生 头上都戴着纸箱 纸箱上有一个小口 可以让学生们 看到自己的试卷 但是无法左右转头 看似 确实是杜绝了作弊 但是家长们 对老师想出这种办法 大为恼火 他们指控 这名老师羞辱 和侵犯学生的权利 家长们还表示说 不应该容忍 老师的暴力行为 并且要求学校 将他辞退 这一片好心 却引来争议 对此校方解释说 说老师这么做 是事先经过了 学生们的同意的 学校也尊重 学生的个人权利 但是这样做 确实也有一点 不太妥当的地方 咱们就心理而言 这个是老师明显 对于孩子们的不信任 对于孩子的成长 信任 我觉得也是一种 素质提高的方式 不能光以成绩 去看待一切 没错 这我们也确实 对这种防作弊的方式 保留意见 但是其实诸如此类的 防作弊手段 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这此前 曼谷一所大学的老师 就发明了一种 防作弊的头套 跟这个纸箱一样 都是引起了 不少的争议 就是用不用如此 兴世动众呢 孩子们在成绩 真实的前提之下 要不要对他们 多一些信任 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也许人格的正确引导 更能杜绝作弊吧 不然还是那句话 你道高义去 我磨高义仗嘛 应对的方法 正在酝酿之中 他也说不定 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 共同打造的富宏之下 文化惠民广场 演出系列活动 将于明天 也就是9月7日晚 在大连奥林匹克广场进行 是的 我们的文化惠民演出节目 非常的精彩 深温舞台联合辽宁演艺集团 通过组织 我省演艺名家 并且吸纳当地 优秀演艺人才 用歌舞 诗词 朗诵 戏曲 杂技 魔术 和小品等丰富多彩的 艺术形式 欧歌 祖国和我省 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老百姓 日新月异的生活 传播幸福 传递快乐 明天晚上 在大连奥林匹克广场 您可以约上 家人朋友 一起到活动现场 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互动 还可以获得 富宏集团提供的 各种奖品 是的 今年我们的惠民演出 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下几场活动 具体的每一场时间和地点 您可以关注我们 辽宁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 都市频道 交通广播等玩目 以及公众号的报道 说一下 我们新闻继续吧 先来我们来说 一个很美的事 无人机拍摄 其实这个如今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对啊 一小飞机 飞在城市上空 因为我们在平地上 没有办法 亲眼所见的视角 拍下我们城市的美景 看起来很壮观 哎呀 在英国 有这么一对兄弟 33岁的哥哥 安德鲁斯和31岁的弟弟迈克 也是无人机航拍的爱好者 而且人家这脚步 走得挺远 去了世界各地 航拍各种自然和人造的场景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 一艘色彩斑斓的货船 在初夏的早晨起航 阳光下满满的集装箱 映出的影子 就好像高楼大厦一般 你看 同样是船舶 这样的视角感受又不同了 对不对 这是在英国 沃里克郡拍摄的 很多运河舶停靠在码头 形成了规则的纹路 这好强迫症 相比之下 其实我更喜欢这个 你看一下 这个是摩纳哥的一艘快艇 它在海面上转圈 形成的圆形水花纹路 你想这个要在海平面上看 就是快艇在前面跑 然后后面一条白白的水花 但是你在空中俯视来看 就真的漂亮 观念 你看这个 这个形状也不错 这是在法国拍的 很多皮划艇停在湖上 就摆成了花瓣一样的形状 就是吧 你看它那个右下角有俩空 这强迫症总觉得是在塞俩 皮划艇进去 这块可能就完美了 那强迫症要是看到下面这幅的话 也得疯了 哪幅啊 这个是英国一个工厂停车场上 乘排代售的汽车 我数了一下 有八个车位空 你就是强迫症 你是不是恨不得就把自己家 那个家里的玩具小汽车 给它拼上去 你别说啊 你这地上这个大家伙 就空中一看 这就跟那个一只手 就能握住的玩具小车 真是差不多 要不是这个无人机拍的 真实停车场 可能还真会有人觉得 这就是谁家的 历正的一个小孩 说玩具你看说的多好 摆得真正气气的 对对对 这张照片再看一下 像不像是家里五彩斑斓的地毯 真是 如果不做解释 你可以猜得出来 它其实是一排一排的花吗 花 春天在荷兰里斯 一排排不同颜色的 郁金香盛开着 这花海在空中看 竟然是这样的效果 其实咱们也得说 人家会重 整整齐齐的色彩搭配好 你看才好看对不对 还有下面这张 这个是意大利的 马萨海边的沙滩椅跟遮阳伞 也是整齐排列过 鲜艳的色调配上沙滩和大海 这就是夏天的颜色呀 是啊 这些照片真的是很有美感的 这兄弟俩的眼光和拍摄技巧 没得说 他们说过 展现出只能够从上空看到的图案 其实就想告诉大家 从上面看这个世界 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和美好 原来呢 我们身边很多看似普通的事物 咱换一个视角 就可以成为让人无比震撼的 大地图案 是啊 我们今晚再来说说飞行见闻吧 嗯 在飞机上哈 我们总是可以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乘客 比如说不文明的 上飞机就脱鞋的 嗯 满满好奇心 动不动就把这个滑生的 这个逃生的滑梯给抖开的 还有特别西命 像发动机 抛洒硬币的 还有熊孩子 就是闹得整个机舱 这个机选不宁的 这些乘客虽然说可怕 但是好在大家都是同类哈 大家有想过吗 就是如果有一天 在飞机上出现一种 非人类的生物 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得嘞 咱们带大家伙呢 去开开眼吧 嗯 说就是上周啊 有一名叫做 艾文的美国小哥 乘坐美国航空 从芝加哥飞往奥马哈 这平安无事的坐了一会儿之后 他突然发现 哎 就在前排座椅的下方 探出了一颗诡异的头颅 拉近焦距一看 我的天啊 我的眼睛没有出错吧 居然是一匹小马 哎呀 带艾文走近 他发现这匹马 非常的乖巧 卡在了两排位置的间隙当中 静静地站着 只是偶尔轻轻地扭动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啊 原来早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 就有网友发现 机场来了一位 非常罕见的小家伙 网友当时还发了推特 说自己见到了 不可思议的一幕 有一匹小马 闯进了机场 这过路的乘客呢 都直勾勾着 盯着这个小马 看个不停 大家呢 被这位稀奇的小乘客 给吸引走了视线 而这小马 反而表现得像个淡定的专业人士 对啊 就是看上去 好像已经坐过好几次飞机 面对大家 投向自己的目光 置之不理 安安静静地 做一个美小马 乖乖地待在飞机前排 靠过道的位置上 就面对一个个障碍 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乘客 这个航空公司呢 给予了答复 说原来这只小马呢 是一匹训练有素的 服务类型马 它的主人呢 患有严重的焦虑症 抑郁症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根据航空管理条例 动物一般是不能够 被携带上飞机的 除非是办理了托运手续 但是货舱的气压 跟温度都不可知 所以很多被托运的动物 出事也是非常常见的 如果乘客呢 是需要帮助的残障人士 那么服务类型的小动物 比如说导盲犬等 是允许被携带上飞机的 对 尤其是像这位 患有抑郁症 焦虑症 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乘客 他带着他的服务小马上飞机 可以起到很好的 安抚情绪的作用 陪伴主人飞完这一段旅程 那这种情感协助类的动物 在国外还是挺常见的 这可爱的机组人员 和飞行人员 看到这位稀奇的小乘客之后呢 很开心的要去和他合个影 看到这个奇乐融融的画面 可把网友们给暖坏了 这只乖巧懂事的小马呢 也赢得了网友们的喜爱 对 在飞行结束之后 小马的主人 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回应 说尽管这一次飞行 自己的小马表现得相当专业优秀 但他还是决定以后出行 只开车不坐飞机了 因为他觉得开车的话 对于小马来说 相对可以轻松一点 毕竟客舱对小马来说 太憋屈了 这就是相互有了体谅 多好的事 好了 现在咱们介绍完说新闻 说现在正是瓜果飘香的时机 总听老人念叨 说我们小时候在农村 这个时候可好了 真是怀念的 比在城里边住的强多了 这仙墨交通 鸡选相闻的 团圆生活 向往的生活 这是好像桃花园记里面 写的那样吗 对 呼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 终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应缤分 这理想很骨感 现实很丰满 这样的乡村图景 也不是在哪都能实现的 弄不好 你还得惹上官司呢 比如说在法国 朗德省有这样一个 仅有7600多人的苏司通镇 这镇上住着一个名字 叫做多米尼克的居民 这多米尼克在苏司通镇 住了30多年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与50多只鸭鹅 是朝夕相伴 逍遥自在 想尽田园 但是这在一年前 原本自在的生活 彻底被打破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多米尼克 搬来了新邻居了 新邻居可不喜欢 多米尼克家的这个鸭子 大鸽嘎嘎的成天叫 这邻居受不了了 对 多米尼克的邻居 一肚子苦水 因为他当初买房子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鸭子大鹅 他们曾经跟多米尼克 交涉过很多次了 并且找来专业人士 检测噪音的程度 还提出要将压设位置 转移和修建围墙等建议 但是都没有得到响应 这协商无果 那就只能对簿公堂了 新邻居是原告 他们认为水塘所在的位置 为一处自然生态区 禁止人工养殖 多米尼克养鸡养鸭 养鹅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对此当地居民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养殖家禽 那这个是朗德省的传统 多米尼克还得到了 动物保护组织的声援 一项请愿活动 已经征集到了 将近五千个签名的支持 这各说各的理 各有各的理 你说怎么整 这苏斯通众的镇长 夏佩内尔就表示了 说有必要在当地 乃至全法各地 保留和维护 乡村生活的特点 包括耕种 养殖 捕捞 狩猎等活动 我翻译一下 这个意思就是说 农村就这样 环境就这样 前台词就是 你得适应 我说的也不是法文 还用翻译吗 镇长这么说 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在这之前 在法国 像什么攻击打名 教堂敲钟 这个原本在农村 是习以为常的现象 都已经成为 扰民诉讼的对象了 也引发了 关于城乡差异的争鸣 有法国人认为 说所谓乡村噪音 实际上是构成农村地区 生活节奏和 简单而丰富的 日常事物的一部分 应该列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加以保护 也就是说 鸡犬相闻 不但没错 还得保护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大家怎么看 我是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 这个少无世俗运 信本爱秋山 这来到城市生活 就得适应城市的堵车 到农村生活 就得适应这个 狗肺身相中 鸡鸣丧树 对不对 有一例 必有一必 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 反正我是这个观点 可不咋的 好了 8月19号晚上6点多 家住南京 东街附近的 朱先生 准备开车外出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老人 迷路了 朱先生将他扶上了车 决定开车 把老人送回去 但是老人到家之后 却发现 钱包不见了 他儿子他们 儿媳妇他们 接到一个 那个 那个 宋阿姨 他一看说 我包你的钱没有 这样子 他们加一些报警 就怀疑了 这个遇到不良的事迹 把他的钱 端走了 中午跟朱先生 住在同一个小区的 贾先生来到排除所 原来 贾先生捡到了一个钱包 还贴了巡物启事 三天了都无人认领 于是贾先生 把钱包送到了派出所 9月3号下午 送老太的家人 给民警送来锦旗 同时也向好心的 朱先生表达了 歉意和感谢 除外江苏的孙某 因故意砸坏银行玻璃门 曾被行政拘留过13天 近日 他又用板着砖 将派出所玻璃砸破 等着民警带他进派出所 这频繁惹事 到底为的是啥呀 孙某说了 我其实就是想进去住两个 因为在外边 实在是混得不好 那你也不带这样混的呀 这回警方说了 如果孙某 还有类似行为 等待他的将是刑事处罚 说近日在辽宁锦州 一女子开车时 将身体探出驾驶时窗外 被网友拍下 于是交警依法传唤 该司机叶某某 叶某某这样开车 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想探出窗外 吹吹风 心情不好就这样放飞自我 这要是出点交通事故 这心情得啥样啊 最后叶某被罚款 计分地处罢 一样没差 记着 咱调节心情可不能拿自个儿和他人的安全开刷 说近日 福建近江一男子偷走他人 晾晒4800元的被子之后 驾车逃跑 这偷东西为啥偷人被子呢 嫌疑人交代 因为和老婆吵架之后 心情不好 看到那条被子之后 想起了前女友 赌物私人 想据为己有 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脑回路 看来这调节心情太重要了 说山东烟台 193年的女网红假扮男子 与离家不远处的一名90后的女子网恋三年 又扮演自己的母亲 前妻 朋友等人 相继骗取受害人26万元 而该女网红 将索片赃款全部用于打赏大网红 全部挥霍掉了 女网红居然扮演男人情片 还练了三年 没被发现 果然是女人最懂女人呢 网恋靠不靠谱 您还是得见面处处吧 说为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 也加入了整容的行列 今年5月 26岁的小张 在西安医医院的医疗美容科 做了龙鼻术和双眼皮手术 没成想 术后 不仅没有变好看 还整出了歪鼻子 甚至丧失了嗅觉 本来挺秀系一小伙 现在是苦不堪言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但在脸上 真刀真枪的手术 您可真得慎重啊 叔 英国一17岁少年 10年前患上一种罕见的 饮食紊乱疾病 受不了水果 蔬菜等食物 天天以薯片 白面包和加工肉式冲击 家庭医生 除了让男孩接受维生素注射 也没有给予其他治疗 男孩15岁起 听力和视力 先后逐步下降 17岁时 视力永久失明 医生认为 失明和听力下降 是因为患者缺乏维生素B和铜 垃圾食品 害人健康 不是威严总听啊 想要健康 蔬菜水果 不能少 说天下 天下先 今日呢 2019年度鸟类摄影师大赛 公布了获奖作品 这今年呢是赛事的第五个年头了 本届比赛呢 共设置了肖像 鸟与环境 细节 行为 飞行 鸟与城市 创意 组照类和青年组九个类别 以及今年新增的 细后灵感奖 对 来自英国的摄影师卡朗斯蒂尔 凭借他拍摄的一张 蹄虎跳跃起飞的照片 夺得了年度最佳鸟类摄影师称号 同时获得了5000英镑的奖金 这鸟类摄影师大赛呢 是由自然摄影有限公司 和雀鸟保护组织合作举办的 一项国际性的摄影比赛 这目的呢 在引起大家伙对鸟类 生态环境的关注 嗯 说得一下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了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 撑住轻盘洒落的孤单 所以好像是你一万河岸 西地风是心灵的遗憾 给你我所有的灵弯 拖下唯一刀风的衣衫 似云刮过给其他成长 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被所有的人无解都要理解你 准备好到测量你 天际的浮云 你却在终点的我 笑里有雨滴 我甘愿重选了你 珍藏的往昔 只想你找回有你 想你的热情 然后就拖着自己 到山城银鱼 你却在终点的我 住进你心里 我会必须在哪里 你却在终点的我 你却在终点落 我在终点的我 没有你却在终点的我 明镜需要你却在终点栏 我问你 在终点栏 你却在终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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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却在终点栏 你却在终点栏 在终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